全席 空屋 罪犯被我们制服了之后 他不断地挣扎着 他嘴里还不断地嘟弄 你这个魔鬼 你这个狡猾的魔鬼 啊 上校 福尔摩斯边说 边整理着自己被弄乱了的领子 就像 老戏里说的那样 不是冤家不剧头 自从在 来星巴赫瀑布的悬崖上 城门关照之后 我就再也 没有见过你 上校 就像是一个失神的人 一直目不转睛地 看着我的朋友 他说出口的 只有这一句 你这个 狡猾的 魔鬼 啊 上校 我还没有为你介绍呢 福尔摩斯说 先生们 这位是 塞巴斯蒂安 摩兰 上校 从前在 女王陛下的 印度陆军中 小力 是咱们东方帝国 所造就的 最优秀的射手 上校 我猜你在猎虎方面的成绩 仍然是 举国无双吧 这个凶恶的老人 一声不吭 依旧瞪大眼睛 盯着我的伙伴 他那充满了野性的眼睛 和倒树的胡子 使自己活像一只老虎 很奇怪 我这么简单的计策 竟然能让你这样一位老练的猎手受骗 福尔摩斯说 这应该是 你很熟悉的方法 你不是也会在树下拴一只小山羊 自己带着来斧枪藏在树上 等待着这只作为诱饵的小山羊 把老虎引来吗 这所空屋成了我的树 而你就是我想打的老虎 你大概还带着几只备用的枪 以防出现好几只老虎 或者是自己万一没有瞄准好 当然这是不大可能的 而他们都是我的备用枪 说到这儿 福尔摩斯指了指周围的人 这是同样的道理 摩兰上校怒吼着向前冲来 但被两个警察拽了回去 他脸上露出的愤怒表情 看起来非常可怕 我承认你有一招 出乎我的意料 福尔摩斯说 我没有想到你也会利用这所空屋 和这扇方便的前窗 我认为你会在街上行动 那里有我的朋友Listrid 和他的部下在等着你 除了这一点之外 一切都如我所料 摩兰上校转过脸 面向惊叹 他说 你也可能有 也可能没有 逮捕我的正当理由 但是至少没有理由 让我忍受这个人的嘲弄 如果我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那一切就都照法律办吧 你说的的确很合理 Listrid回答 福尔摩斯先生 在我们走之前 你还有别的话要讲吗 福尔摩斯已经从地板上 捡起了那支威力巨大的气枪 正在仔细观察它的结构 这真是一个罕见的武器 他说 无声 而且威力极大 我认识这位双目失明的德国技师 冯霍德 这支枪是他为摩里亚迪教授特制的 我几年前就知道有这么一支枪 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摆弄它 Listrid 我特别把这支枪 还有这些专用的子弹 都交给你们保管 你可以放心地交给我们保管 福尔摩斯先生 Listrid说 这时大家都已经开始向房门口走去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我只想问一下 你准备以什么罪名控告的 什么罪名 当然是企图谋杀福尔摩斯先生了 这不行 Listrid 我完全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出面 这次出色的抓捕是你的功劳 而且只是你的功劳 Listrid 我祝贺你 你以一贯表现出的智勇双全 抓住了他 抓住了他 抓住了谁 福尔摩斯先生 就是这位所有的警察都没能找到的摩兰上校 在上个月三十日 把一颗开花子弹装在气枪里 对准公园路四百二十几号二楼正面的窗口 开了一枪 打死了罗娜的阿德尔 就是这个罪名 Listrid 现在 华生如果你能忍受从破窗口吹进来的冷风 不妨到我的书房去抽一支雪茄烟 待上半小时 这样 可以让你消遣一下 多亏了 麦克罗夫特的监督和 奥特森太太的直接照料 我们的老房间完全没有改变她的样子 我一进来就意识到 屋子整洁的让人有些不太习惯 但一切原有的标志依然如故 这个角落 是做化学实验的地方 放着那张经过酸橱里的松木桌 那边的架子上摆着一排大本的剪贴布和参考书 记载着一些很多伦敦人都想要烧掉才能安心的东西 我环视四周 挂图 提金盒 烟斗架 就连装烟丝的波斯拖鞋都赫然在目 屋子里已经有了两个人 一个是在我们近来时笑脸相迎的奥特森太太 另一个是在今天晚上的冒险中起了很大作用的假人 这个上过颜色做得唯妙唯笑的福尔摩斯蜡像 搁在一个小架子上 披了一件他的救世衣 从大街上望过去和真人一模一样 一切预防措施你都遵守了吗 霍德森太太 按照你的吩咐 我都是跪着干的 先生 好极了 你完成得非常好 你看见子弹打在什么地方了吗 看见了 先生 恐怕子弹已经打坏了您那座漂亮的半身像 它恰好穿过头部 然后撞在墙上砸扁了 这是我在地毯上使到的 给您吧 福尔摩斯伸手把子弹递给了我 一颗牵头左轮子弹 真巧妙 谁能发现这样的东西是从气枪里打出来的呢 很好 霍德森太太 我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现在华生请你坐在自己的老位子上 我有几个要点 想要和你讨论一下 他住在贝克街221号公寓里 他擅长剑术 拳术和小提琴 他的名声享誉世界 他比创造他的柯南道尔更加著名 大侦探 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探案全集 空屋 福尔摩斯已经脱掉那件旧利福大衣 又换上了从蜡像上取下来的灰褐色睡衣 于是又变成了往日的福尔摩斯 他一边检查蜡像破碎的前额 一边笑着说 这位老猎手居然手还不抖 眼也不花 子弹从头后的正中位置射入 恰好击穿大脑 从前在印度他是最好的射手 我想现在的伦敦也很少有比他强的 你听说过他的名字吗 没有 好吧 好吧 看看这名声 不过如果我没记错 你过去也没有听说过 摩斯摩利亚迪教授这个本世纪大学者的名字吧 请把我那本传记索引从架子上拿下来交给我 他坐在椅子上 把身体向后靠了靠 大口喷着雪茄烟 懒洋洋地翻着自己的记录 我收集在M部的这些材料都很不错 摩利亚迪这个人 摩利亚迪这个人无论摆在哪里都是出众的 这是放毒贩摩根 这是令人极为不快的 摩利亚迪 还有马西奥斯 就是他在查林十字广场的后诊室里打掉了我左边的拳尺 而最后这位就是咱们今天晚上见到的朋友 福尔摩斯把本子递给了我 那上面写着 塞巴斯迪安摩兰上校 无业 原属班加罗尔工兵一团 1840年在伦敦出生 系原任英国驻波斯公时 第三等巴斯勋爵 奥克斯塔斯摩兰爵士之子 曾就读于伊顿公学牛津大学 参加过乔瓦基战役 阿富汗战役 在查拉西亚部 舍普尔 卡普尔福格义 著作 喜马拉雅山西部的大猎物 1881年 丛林中三月 1884年 著指 管道街 俱乐部 英印俱乐部 坦克威尔俱乐部 巴格特尔纸牌俱乐部 在这一页的空白上 有着福尔摩斯清晰的笔记 伦敦第二危险的人 真是令人吃惊啊 我把本子递给福尔摩斯的时候说 他的职业还是体面的军人呢 的确如此 福尔摩斯回答 而且在某方面 干得不错 他一向很有胆量 在印度还流传着 他爬进水沟去追杀一只受伤的 痴人猛虎的故事 花生 有些树木在长到一定高度的时候 会突然变成难看的古怪形状 这一点 你也常常会在人的身上看到 我有一个理论 一个人在成长中 会重现他历代祖先的全部发展过程 而像这样 突然的变好或者变坏 就显示出了他的家族中的某种影响 一个人似乎成了家族历史的缩影 你这个想法 还真有点异想天开 好吧 我不坚持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 摩兰上校 开始堕落了 他在印度 虽然没有什么公开的丑闻 但仍旧闹得失去了容身之地 他退伍了 来到了伦敦 又搞得声明很坏 就在这个时候 他被莫里亚迪教授选中了 一度成了莫里亚迪的参谋长 莫里亚迪非常大方的 为他提供经济资助 而且只用他 做一两件普通匪徒承担不了的 非常高级的案子 你可能还记得 1887年在罗德的 那件斯托尔特太太被害的案子 记不清了 我可以确定 摩兰是主谋 但是一点证据都找不出来 上校隐藏的非常巧妙 即使在莫里亚迪匪帮 被一网打尽的时候 我们也无法指控他 你还记得那一天 我到你的寓所里去 为了防备气枪 我不是关上了百叶窗吗 你肯定觉得我是在异想天开 但我明白 自己正在干着什么 因为我已经知道 有这样一支不平常的枪 而且知道在这支枪的后面 是一位全世界第一流的射手 在瑞士的时候 就是他和莫里亚迪一起跟踪着咱们 毫无疑问 就是他给了我在莱辛巴赫悬崖上 那不愉快的五分钟 你可以想到 我住在法国的时候 很注意看报 就是为了寻找机会制服他 只要他还在伦敦逍遥法外 我活在世上就没有价值 他的影子会日夜纠缠着我 而且迟早会对我下手 我能拿他怎么办呢 总不能一看见他 就开枪挡他 那样我自己就会被送上被告席 向法官寻求帮助 也无济于事 他们不能因为没有根据的推测 就采取行动 所以我一筹莫展 可是我留心着报纸上的犯罪新闻 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抓住他的 后来我看见了罗诺的阿德尔惨死的消息 我的机会终于来了 就我知道的那些情况来看 这不明白这是摸烂上校干的吗 他先和这个年轻人一起打牌 然后从俱乐部一直跟到这位年轻人的家里 对准敞开的窗户开枪 打死了这个年轻的绅士 这是毫无疑问的 光凭这种子弹就足以送他上绞刑架 我马上回到了伦敦 却被那个钉烧的人发现了 他当然会告诉上校 注意我的出现 上校不可能不把我的突然归来 和他所犯下的案子联系在一起 于是马上警觉起来 我猜准了他会立刻想办法把我除掉 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他会再拿出这件凶器来 我在窗口给他留下了一个明显的靶子 并且预先通知了苏格兰厂 可能会需要他们的帮助 对了华生 你准确无误的看到了 他们呆在那个门廊里 然后我找到了那个在我看来 万无一失的监视点 却没有想到 摩兰上校也会挑中那个地方 来袭击我 亲爱的华生 还有什么别的需要解释吗 有 我说 你还没有解释 摩兰上校谋杀罗纳的阿德尔的动机 啊 我亲爱的华生 这一点我们只能推测 而在这方面 即使逻辑性最强的头脑 也有可能出错 每个人都可以根据现有的证据 做出自己的假设 任何人的假设都有可能是对的 那么你已经做出假设了吗 我想 说明案子的事实并不难 我们从证词中得知 摩兰上校和年轻的阿德尔合伙赢了一大笔钱 不用说摩兰做了笔 我很久以来一直知道他打牌作弊 我相信就在阿德尔遇害的那一天 他发现了摩兰在作弊 很可能私下还跟摩兰谈过 恐怕他还恐吓说要揭发摩兰 除非摩兰自愿退出俱乐部 并答应从此不再打牌 像阿德尔这样的年轻人 不太可能立刻去揭发既有名气 又比他年长的摩兰 这会闹出一件害人听闻的丑事 大概 阿德尔就像我所估计的那样做了 对于靠打牌骗钱为生的摩兰来说 退出俱乐部 就等于失去了一切 所以他杀了阿德尔 那个时候 阿德尔正在计算自己应该退还多少钱 因为他不愿意从搭档的作弊中获利 他锁上门是为了防止他的母亲和妹妹 突然闯进来 逼他说出那些人名和硬币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样说得通吗 我相信你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这会在审讯时得到证明或者遭到反驳 与此同时无论发生什么 摩兰上校也不会再打扰咱们了 冯赫德尔所制造出的有名的器枪将为苏克兰厂博物馆增色 福尔摩斯先生又可以现身于伦敦错综复杂的生活 所引起的大量的有趣的小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